QQ音乐 让生活充满音乐 大家好 我是一阳千禧 聆听我的音乐故事就在月剑大牌 请个人首张专辑 我乐意沉默释放内津焰火 全新启航 对于音乐 他有自己的独特态度 不是会想 这东西会不会受大众喜欢 会不会 就是他的 在市场上 不会传扬很高之类 就这些就不会想 就是我喜欢 我喜欢去做 和郭顶合作 亲爱的 这里没有一个人 两人之间擦出了怎样的火花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其实说话也 没有很多 所以郭顶老师也能看出来 他是一个说话不太多的人 安静男孩 内心也追求不集合自由 非常喜欢肌肉 开长途 然后到那儿房去玩 更有来自 资深蝉喜关的 真香现场 他会把家里弄得很乱 然后什么沙发那些 都被抓花了 魅力就是 就是长得可爱吧 更多精彩 请关注本期月剑大牌 什么都像所有 你不要给我 虽然暂听你说 你不要给我 向我合手 我希望他在大家眼里是 呃 有我一样牵起风格和我 就是能听出来是我喜欢的 歌曲 会根据每一首歌不同的这个风格 然后也会去找 不同的制作人老师 跟老师沟通的时候 也是针对每一首歌 去单独沟通 基本每一首歌都是 都是家的 然后其中 订得最快的是 当时最喜欢的是 孤零老师那首 《心爱的真心》 有一个人 这也是续剑一场 手写不辞的红尝 心情钻住的春痛 像来不及一世伴 非常不一样 然后跟现在市场上音乐 风格也好 很不一样的 这首歌 这里面一些音色 然后这些编曲 都是特别复古的那种 因为这首歌 第一次见面是 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那会儿在闭关高考那会儿 跟老师见过一次面 我们那会儿就只聊出来 要做跟市场不太一样的音乐 要做与众不同的 后来 这个歌的进程就一直是这样 就没有见面再沟通了 就一直远程 在两方沟通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其实说话也没有很多 就郭震老师也能看成 是一个说话不太多的人 那次吃饭的时候 就郭震老师就算 他说他算说话比较多的一次 然后之后我们沟通 也都是时不时都给他发一些 我喜欢的那种 艺术品的那些图片 也会发老师一些 雕塑我的图片 然后老师可能在里面 找一些属于我的一些东西吧 我其实更喜欢 音乐性一些 反正是自己喜欢的风格 就非常想想去尝试 也没有特别练 就是 啊 小学的时候 那会听英文词爱听特别多 然后后来也 比较自己喜欢听英文歌 然后看英文典词 你还有什么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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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歌 当时也是一听就特别喜欢 就必须要收起来的 主要是风格不太一样的 因为是摇滚风格 然后那件歌词 他其实原本 原本demo里面的歌词 也是偏这种叛逆的 然后也是特别喜欢 就一定要唱 思索自己定位到 不太会 反正我是那种 有什么喜欢的 或者有什么想做的 我就一定要做的 不是会想 这东西会不会受估众喜欢 会不会 就是他的 在市场上 不会传唱很高之类的 就这些就不会想 就是我喜欢 我希望去做 一旦逃遇到树树圈 你会发现 心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 这里只剩下恒文动物 他们 nothing to lose 就算 遇到了 在 现在有 树树圈 现在 在 即便以后遇到了树 也是希望 未来 东西遇到 彪塑其实是17年10月份 大概跟老师开始 开始学的 彪塑这个东西 是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的 然后就一定要找老师学到 对 像老师那边捏的时候 会用水泥 就会方便一些 就自己出去出差的时候就很 因为捏泥它其实是 需要那种环境 所以环境要求比较高 然后一般就是出差拍戏 就是有长时间出差的时候会带着一堆在厕所里面 然后很安静 然后拍完戏 回去的时候就可以捏 内容碎片时间学习 就是 嗯 工作完了 回家 或者就是比如说我要 如果我一定要出一件作品的时候 我会规划时间把每一个就是 能用上的哪怕半个小时都会算到里面 为这个作品一直在赶时间 平常都在在家里 然后有时有这么一个算小长假就肯定要出去 但是出去哪吧 然后时间分配这些我就不太会 不太会管 北京周边差不多 然后我现在比较喜欢南方 这东西南方冬天西文比北方要出房多的地方 十六 十六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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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他们很小的时候说的比较多 然后就特别克白的手 然后现在长大了 就是一个个就特别皮 然后抓也抓不住 就说的就比较少 刚给他抱回来的时候 那会夏天 然后就光宝 光宝睡觉的时候就 就会抓我身上 然后我也去打针 但是他也去打针 他会把家里弄得很乱 然后就什么沙发那些都抓滑了 他咬电线 然后整个沙发上面就给抓气球之类的 然后还会把那些 瓶瓶罐罐的老给推倒 那你的猫最大魅力是什么 最大魅力就是 就是长得可爱吧 长得可爱吧 你喜欢胖一点的猫 还是这个适合就好 我喜欢胖一点的 我喜欢胖一点的 是心前的口 好 什么时候去学车呢 看时间吧也 就是之后稳定上学之后 因为现在年底嘛 就学学习之外的工作也很多 然后到明年开始的话 就是工作可能会相对比现在要少一些 然后自己时间会多一些 比较喜欢肌肉车开长途 然后到马上去玩 没有太大便 未来的期许是 在 工作这方面 会 得到更多更多的认可 然后在学习方面 也会一段的完善寂寞 性格 因为我 小时候就性格波动的不软大 那情绪波动是 情绪最高的时候 可能是在台上的时候 然后 比较大的时候 可能在中间 从那个点 换到这个点 路上再穿上搜索的时候 愤怒的时候 比较少 特别少 独处的时候 就 听听歌 发发呆 然后出去走一走 最深测的是原野 舞美 然后画面非常漂亮 剧情 然后老师演的都特别好 私政课 就是感觉会听到很多 什么国家层面的那些新闻 然后老师会跟你深度分析 就是这些热点新闻 包括政治里面那些事情 还有一个是中国话剧史这个课 因为以前其实对话剧 不是太了解 然后上这课之后会 跟着老师从 呃 画剧刚开始 然后到现在一点一点 就会了解的很深 上台词课以后 就老师会 把每个每个同学的这些 天赋 然后 就这些潜力都会 老师以后一点得跟你挖出来 然后反正现在也在 也还在训练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比较 你特别喜欢理事要员 以及你一个非常大热的 经历的要员 同一个打词 我当然喜欢演戏 因为综艺跟演戏本身 我反正会更喜欢演戏 《长安十二时辰》 他讲的是一个唐朝 然后少年节 这么一天发生了一些 那些恐怖事件 然后李璧他在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果断 很冷酷犀利的这么一个 一个少年天才 然后反而《少年的你》里面 我饰演的那个小北 他是一个被压在社会底下的那种 然后两个差别都挺大的 非常谢谢粉丝们 会出出一张专辑 然后以后也会出我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唱给音乐听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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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